童小娟的叔叔童武来到了童小娟的住室 童小娟呢 对他这个叔叔一向很尊重 因为童小娟自幼父母双亡 他在他的叔叔家里边住过了他的幼小丛年 后来他叔叔也养不起他了 这才把他送给那桥远的家里 而在洞庭湖君山寨 他们要两个这一见面呢 那就显得格外的亲近 所以童小娟一看叔叔来了就问叔叔 您有什么事吗 童武说 小娟啊 今天我有件难心的事 要找你 童小娟一听就愣了 叔叔 您有什么难心的事找我呀 您尽管说 这要是侄女我能办得到的 我当尽全力为您效力 哎 这个事啊 咱已经有点商量了 啊 小娟呢 你知道 这洞庭湖君山寨总寨主 踏浪三千里龙藤龙消汗 他有四个儿子 龙骄龙熬 龙闹龙海 他这四个儿子 相对比较来说呢 这个龙闹 那是最激烈 最聪明 这个龙闹 曾经冒充宋万青 潜入到宋营之中呢 后来 被人家宋营也发现了 这龙闹 这才回到了军山寨 这个小子 擅死一对兵器 欲重不同 他这对兵器 叫金蝉朔 他这个金蝉朔 那个嘴里边 能不能打 偶丝针 那又是一种暗器 所以这龙藤龙消汗 对这个龙闹 那是格外的珍重 格外的宠爱 这话怎么说呢 孩子 昨儿晚上 这龙藤龙消汗 突然 要请我喝酒 我就奇怪啊 这总寨主 轻易不请别人喝酒啊 干嘛要请我喝酒啊 我就去了 再陪的 还有那位富寨主 盖世英 就是我们三个人 九先生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之后 这龙藤龙消汗 酒一盖脸 就跟我说了 说童吴啊 我今天跟你商量点事 我是什么事啊 他说咱们两个 拿个亲戚怎么样 我说总寨主 咱们两个 从哪论着 能拉上亲戚呢 龙藤说 论着拉不上 咱们两个 不会现拉吗 我说怎么现拉呀 他说你那个侄女 童小娟 你长得可不错 我这四个儿子里边 最聪明 最有本事的 就是我这三个儿子 他就龙藤 我这三个儿子 到现在 还没有娶妻 我看你的侄女挺好 起码说 从我这儿 就过了关了 我这三个儿子 也见过你的侄女 心里边也有他 说整个洞庭湖 军山寨上所有的女的 那童小娟是首屈一指的漂亮人 而且这孩子 轻微端庄 武艺高强 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没有跳 我想 跟你这侄女 接个亲 这样的话 咱们俩不就有了亲戚了吗 我当时 一听他说这句话 我心里边 就打了个转 我想 他突然提出这个事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个事情 怎么我得事先跟你商量商量 可是他把话说出来了 那是怎么带出 应该说 跟我提出那个事 算是给我很大一个面子 我不好当面跟他夺回 我跟龙腾就说了 我说总代表 您跟我提出这个事情 这是瞧得起我 这是高看我一眼 按我的本意来说 没有别的说 马上我就应该答应 但是 他是我的侄女 他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如果要是我的亲生女儿呢 我是当爹的 一句话我就拍板定定了 可是因为是我的侄女 他父亲又不带人事 我总得跟他商量商量 他说好 那么明天你就跟他商量商量 快点告诉我 有个准信的话 我准备 最近不出十天 就是他们两个人完婚 我一听他这事 一来就是急茬的 我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酒宴散后 我就回到我的家里 到我住室当中 我一宿没睡呀 孩子 翻过来掉过去 我再琢磨这件事 怎么跟你说呢 我一想不说还不行 所以今天我就来了 孩儿啊 这门亲事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跟叔叔我 说句心里话 童小圈一听啊 我这个婚姻可是太麻烦了 刘喜玲那带干完了 这又来一个提亲的 童小圈是叔叔啊 既然您起出这个事来 做侄女的 我就不能不跟您 打开窗户说亮话 迟不相爱 叔叔 我已经将身许于别人了 啊 你许给谁了 说说 我许给了宋营中的赵玉 是赵不阳的儿子 你许给宋营中的赵玉了 赵玉跟当时敌对的仇人 你不知道吗 虽然是敌对的仇人 但是我们赵玉 我们两个人青梅竹马 两小不猜 从小的时候在武当山 我放羊那个就认识他 我的武艺是跟他一块 和左梁左云棚学的 我跟赵玉 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许定终身 在这个地方 没想到跟赵玉不期相遇 我们两个 又重门就好 已经定了 叔叔 我准备倒反龙头寨 归降大宋营 到那个时候 就连您老人家 也得跟着我一块过去 今天您来了 正好 做侄女的 把这件事 跟您说清楚 老人家 你以为这个洞兴湖君山寨 能是长久之计吗 这一帮乌合之众 他能够推翻大宋江山吗 他们能够改朝换代吗 我想 他们不能 这些人 充其量 只不过是 陆林的豪杰 草莽英雄 如果我们和军山寨的这些人一起和宋军赋予完抗的话 最终绝落不到一个好下场 考虑到我 我也考虑到您 总得有一个退身之步 所以我想 要倒反军山寨 归降大宋营 叔叔 您觉得我这么做 对不对 孩儿啊 是 你比叔叔我考虑的周密 你说的的话 也有道理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要 归降大宋营 这件事情 一旦被军山寨的人 发现之后 你就活不了了 叔叔我回去见了总寨主 我也不能跟他这么说呀 我说 我的侄女 已经跟赵玉定了亲了 他准备归降大宋营 那你马上就完了 不但你完了 叔叔我也完了 是啊 叔叔 我不是想让您 这样去跟龙腾龙交汉叔 不过我也有个借口 您可以跟他讲了 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 里屋里还有个大傻子呢 我一直背着他上的军山 龙腾龙交汉总债主 他不是不知道啊 你说我有这么一个傻丈夫 不管他是傻也好 他就明白也好 顶明 我是一个已婚之人 他这个三少爷 还愿意娶我这个已婚之人 小轩啊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我老把这个傻子忘了 因为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这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啊 我觉得你嫁给他就像没嫁给他一样 那么现在我可以做一个借口 跟他说 就是啊 您给他就这么讲 我想 这龙腾龙交汉 他绝没有别的说了 好 小轩 就这样了 话说到这里 童武站起身来 望外就走 童小轩呢 就望外边送 童小轩把童武送出自己的房门之后 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室 童小轩在想 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此结束呢 可是事情没有像童小轩想的那么简单 转过天来 晚饭之后 童小轩这样来了个串门的 谁呀 那三少爷 龙腾 直接就来了 这龙腾 今天没穿武服建议 特意换了一件崭新的剪绣花袍 上绣酸蓝母的花 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 迈着方布 摇摇晃晃的 就问童小轩的住室来了 他们这一来 童小轩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 童小轩慢慢一迎 两个人正在门口里外相见 哟 三少爷 您来 啊 小轩 今天闲着没事 我来看看你 啊 龙那说的话 未经从小轩往里边让 自个儿迈步就进来 进来之后 大的咧咧毫不客气 拽过一把椅子 一屁股就坐着 哈哈 小轩 最近 龙口寨这一带 布置的如何呀 宋军有没有到来干扰的 三少爷 没有 咋 我坐这儿也不给我七碗茶喝呀 童小轩说好 来呀 给三少爷看茶 童小轩的丫鬟 端了一个扣碗茶 就放到了龙道的跟前 龙道说 小轩 今天我刻意到这儿来看看 另外呢 还有一层意思 恐怕你也已经知道 我这个人呢 说话 一向就是绣筒里面吞棒水 直出直入 我爹呀 看着你 打算 娶你到我们家 给他当三儿媳妇 昨晚上 带给你叔叔 也来跟你说那事 我听到怎么 你已经是 嫁了男人的人了 你嫁了个男人 我可早有点难 据说 是个傻子 像这个大傻子 你还打算跟他共邪白头吗 小轩 我今天亲自跟你来表白我的心情 小轩 说实在的 整个洞庭湖军山寨 所有的女流 我全拿眼睛过过一遍 哪个也感不上你 我也知道你有这么个傻女婿 但是 我不在乎 小轩 我要不在乎 你还怕什么呀 小轩 如果说你要听了我的话之后 理解了我的心境 答应了我这门亲事 那我马上告诉我爹 他们立即就拜堂成亲 我想亲自跟你见面 谈谈那件事 你是怎么想的 从小轩听到这里 把这个脸忘记起沉 三少爷 我是这么想的 作为一个女人 嫁妻随妻 嫁走随走啊 嫁个贬的还得抱着走 别看我这个男人是个傻子 他毕竟英明是我的丈夫 我已经嫁给他了 我就打算 随他过了一辈子 你就不是真情实话吧 啊 你是不是另有所属啊 三少爷 您说我另有所属 我属给谁了 谁啊 你属给谁 我当然不会知道了 不过 小轩 你可要放明白点 我这个人 是很懂感情的 我喜欢你 你如果嫁给我 那会吃不尽的山珍海味 穿不尽的零罗绸缎 今后 如果动行湖君山寨成其大事推翻大宋 我爸爸要是伴着菜兴 要是把大宋国朝改朝换了代 我爸爸起码 我爸爸起码不是元帅 就是并肩团嘛 那么我 那就是王子了 你 也就是王妃了 啊 从小轩一听 你想得到真不错 他们两个人正在那说话 我爸就跟李家摸了大傻子出来了 这傻子 就是没睡觉 他有点屋里面出来干什么 准备要上厕所 这傻子有点礼物一出来 一看呢 这个龙道站起身来 往佟小娟伸的跟前那么凑合 这傻子 天生有这么一脾气 不准任何人靠近佟小娟 你看他傻吧 他知道护着佟小娟 谁要是跟佟小娟一贴近 他就喊打 不光说打 抄去什么来试什么 就往他身上摔 这大傻子一出了一颗 看见这龙道往佟小娟跟前那么凑合 这大傻子站着 打 打 他一喊打 这龙道回身一瞧 小娟 这就是你男人吗 啊 你就陪着他过这一辈子吗 啊 你打 你打谁啊 啊 你怕我碰他呀 你怕我碰他 我偏碰他 他分 他过来朝着 从小娟的脸 他要摸一把 他伸手这么一摸 从小娟一摆头 虽然没摸着 但是这个动作 傻子看见 傻子一伸手 就把他桌子上 那盖碗 抄去 这一盖碗 照着龙道脑袋中 就扔过来 龙道的是练武之人的 他不方便一摆头 呸 这盖碗 就摔到墙上 摔到墙之后 就跟那个傻子 朝着那个桌子上 就划着东西 他抓着什么算什么 陈列的摆设 不管什么 把人抓起来就照 这龙道脑袋就扔 他这一通烂扔了 这龙道一转身 他就冲来 龙道心想 他太是大风景了 换出这么一摸 龙道往院子里面 这么一来 这傻子 抓着两件东西 随后就追出来 倒 他还打 这龙道心里面 火就上了 心想 我能受给这个傻子的气吗 火要你打 他拿手 一扒个傻子的手脖子 他这个手 顺着手就上去一拳 这一拳 转着扇子瓣 砰 这一拳正打在傻子的太阳穴上 砰的一声 这傻子哭通 就倒在这边 龙道 进前一瞧 坏了 死了 龙道来找佟小娟 向佟小娟 表露自己的一片钟情 结果呀 从小娟这个傻女婿 有点礼物出来 一见龙道是连声喊打 把龙道给赶入的 有点屋子里边 到了院子里 这傻子还一劲打 龙道没受过这种欺负 他用左手一扑了傻子 这个手脖子 右手照着傻子 蔡阳穴 这么一拳头 龙道那是练武的出身 这傻子什么也不会 更何况龙道 这拳头下去非常重 而且这拳头 还攥着这个扇子 这扇柄这个地方 也起了作用 这一切都打到太阳穴上 这傻子哭通 坐地下 龙道定征一瞧 呦 死了 一摸呀 没气 这要是一般的人 把人家人给打死了 不管他是不是傻子 这也就一条人命 他应该感到愧疚 应该感到担惊 但是龙道这人 他不是一般的人 悲殃拔护惯了 什么也不在乎 龙道就像没事人一样 一看他死了 他想死了就死了吧 龙道拿这扇子 倒不着手 卖着方布 溜溜溜达达 他想要往外走 奔这个院子的大门 那方向走去 龙道往人一走 屋子里边 童小娟可出来了 童小娟看见 那傻子追出去了 童小娟 担心这傻子别出了什么事 童小娟那是一个善良的女性 她有点屋子里边出来 一看那傻子 在天经院里面倒着 小娟倒跟前 一摸那傻子鼻孔着 没气 再一看 太阳穴里的已经清了 童小娟就意识到 这是让龙道给打死了 童小娟一抬头 正看见龙道一个背影 龙道已经到了大门那儿 那扇子打开 扇护着走 童小娟当时这气 才喊了一耍 龙道 你给我回来 这一声喊 龙道正往外走 一听 嗯 怎么着 小娟 你喊我 走两步他又回来 龙道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他打死的 他长得不太结实 让我一拳都打到太阳穴上 其实啊 可不是我敬意的 他呢 非得缠不着我 你说我哪受过这个欺负啊 我先跟他闹着玩 给他一拳头吧 他怎么长得这么糟啊 一拳头打到太阳穴 大概是晕过去 晕过去 他死了 真的吗 哎哟 真死了 小姐 如果他真死了的话 这我倒给你减轻了负担啊 你说那个傻子 整天跟着你 他也是你一个累贵 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 你要把他杀了吧 恐怕还有据于大家的舆论 这个呢 我替你把他打死 买口棺子 把他成练起来 埋到咱们这个军山寨的山坡上 给他立个背 有那么一回事 也就得了 啊 小姐 好 那我走了 龙道这话说的是那么轻松 说的是那么自然 童小军这心里边 也有一分自卫 按说 童小军背着这个傻子 到处找赵玉 无非是想要向赵玉表示一下 你看见没有 我就嫁了这么一个丈夫 童小军跟这个傻子 没有爱情 可是今天这傻子死了 童小军感觉到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爱情 但是有一种无名的感情 童小军想 这傻子本身 他没有罪啊 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傻子 他不会坑人 他不会害人 他对这个人事上 也没有什么要求 他跟着我 只是就知道 要烧饼吃 除了这个 无所求 可是今天 无端的 就被龙闹这个人 一圈给打死了 他是个弱者呀 他死的太可怜了 童小军心想 他不明白事 我明白事啊 我得给他报仇 童小军 永远在心中 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 童小军看人啊 龙闹 你知道 这是一条人命 你随便把他打死 就这么轻松的 也说把他埋了 这就完了吗 怎么着 小军 不完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还想怎么样 我要给他报仇 什么 你给他报仇 童小军 要他在 你心里边一直是痛苦的 今天他死了 我给你消除了痛苦 你怎么还要给他报仇啊 下一步 就是咱们两个该拜堂成亲了 童小军清高这里奔 柳眉造出为性验原争 龙闹 你永远肖想我跟你拜堂成亲 今天 我就要你的命给他逼强 真的假的 咱们俩去接着 龙闹 你别走 有 童小军 你可放明白点 你要知道 你有心的天 可是靠着我们龙的爷们 不然的话 你在大街上还打全卖艺呢 你得过那种流浪天涯海角的生活 当初 要不是我爹 发现了你之后 让你进了军山寨 当场先封官 你能混到这样吗 啊 吃水不忘 骂净人 你现在 还要拿我的性命 给他抵察 你是不是有点恩奖仇报了 童小军说 我到你军山寨来 你爹 是看我有一身武艺 想让我帮着你们 与大宋朝为队 让我做了一个反叛 我顶着反叛的名字 已经为你的效力了 今天你们还这样对待我 你们一群心何人 有有有有有有 童小军 你要给他报仇 你想怎么着 要我的命啊 对 我要你给他抵察 好 童小军 你要真能要了我的命 我就给他抵察 就怕 你功夫还不到家 精识还不到 学义还不高 你要不了我的命 你要要不了我的命 我可就要你的命 我让你跟他一块 病骨合纱 你不喜欢他吗 我让你跟他一块去 这龙道不是什么好脾气 那也是黄鼠狼子脸 说翻就翻 童小军听到这 好 龙道 你等着 我等着你 你怎么着 童小军一转身 就进了屋 到屋里 伸手把自己那对梅花双击 又拿回来 枪上 摘起一把刀 童小军 又打屋里边出来 把这把刀 手中一掂 龙道 刀给你 啪 把刀往里扔 龙道啪 把刀接住 啪 怎么样 真这种家伙 童小军 没有把你左右一分 你以为是假的吗 今天在这个院子里边 咱们两个 就分个上下出营 哎呀 行啊 童小军 好 你跪 龙道把刀手中一掂 童小军 望着一掌 双击一盒 出开 奔 他这轮廉 就扎下来 龙道 这手拿着刀 撬 这手拿着单刀 他一看双击 望着一来 连撬 再刀 望着一天 看 一有身夸 揣一刀 就横扫过来 两个人在院子里边 拿起来 听了 汤郎 刀戟相碰 这一打 童小军 手底下 有伺候他的小丫头 这些小丫头 都在屋子里边出来了 小丫头一看 哟 这怎么了 怎么今儿我们同仙方 跟这把农少爷 打起来 哎呦 快点啊 咱们得往山顶 去报个信啊 别打死人命了 这咱们有得了呢 小丫头 匆匆忙忙 出了院子门 就往军山寨上跑 想着去报信 此地离军山寨 还老远呢 他们正往前面走着 发现有大队伍 晃晃当当的 来了两盏灯 在灯笼 用照之下 来了几个人 谁来了 为首的 正是龙腾龙小汉 还有同武 龙腾龙小汉 跟从武干什么来 今天晚上来找从小娟呢 他们呢 并不知道龙那溜溜达达串到这来 今晚上 龙腾呢 叫着从武 一块来见从小娟 龙腾龙小汉 打算当面跟从小娟提这个亲事 他觉得就凭我的总债主的这个面子 量力童小娟也磨不开的搏我 如果说你要剪头答应下来了 你就是我的儿媳妇 最亲就做成了 他自己来不好来啊 把童武找着 因为童武是童小娟的叔叔啊 所以这两个人从军山寨走起来的功夫 一路上 谈笑丰盛 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正往前走着 有两个小丫头 慌慌张张张就来了 一看见是总债就来了 哎呦 蔡主爷 可了不得了 您快去看看吧 我们那院子里边打起来了 龙腾龙小汉 你听谁跟谁打起来了 那个公子跟那个小姐打起来了 哪个公子跟哪个小姐 这不是就我们那个先锋官呢 跟那个三公子 怎么 他们两个打起来了 军武 咱们快去看看 龙腾龙小汉和军武 带着几个随从 急急忙忙打着灯笼 就来到军小娟的院了 进了院子一瞧 好吗 双方正在熬战机 刀起相方 得打不轻隐 打来热闹 而且看出来了 童小娟这些梅花级 已经站着上风 在龙那儿 虽然是有一段好功夫 跟童小娟比较起来 那还是差这一筹呢 这个工夫 龙腾龙小汉在院子里面 平足一战 他喊了一嗓子 太大了 这一嗓子 他打了个炸雷一样 这一嗓子喊完之后 没起作用 为什么呀 这佟小轩现在眼睛都红了 他这么能一挤 就要了龙闹的命 龙闹倒是听见他爹喊那一嗓子 他爹这一嗓子的威慑力量 对龙闹是起了作用 龙闹往后一撤步 佟小轩白起 还从前面追 这时候童武也喊着了 小轩 行 别打了 童武这一喊 童小轩一撤步 往后一撤这么双极端 怒视着龙闹 龙闹龙小汉 来到他们两人当中 你们这怎么的了 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 总起手来了 龙闹龙小汉心想 这还能借亲吗 啊 我这还没等提亲呢 那新兰跟新娘就干出来了 这龙子 童小轩把双击一合 受伤心 受伤心 您看 这龙闹把他给砸死了 还用手一直躺在地上的傻子 同一瞧 哎呦 这怎么的了 受伤心 你让龙闹自个儿说 究竟怎么回事 龙闹龙小汉一看 他也愣了 他看了看龙闹 心想 宝贝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怎么把人家傻乌也给揍死了 龙闹 怎么回事 龙闹这点 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爹 其实也没什么事 今天我到这儿来 我见见小轩 我心思呢 跟他我们两个谈谈闹了 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那个话还没说完呢 李先生就冒出这小子来 他见着我的面不会说别的 就我说打 发起什么是什么 连茶碗在茶壶 一个就是往我脑袋那儿飞 您说 您儿子哪受伤心 我心想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从屋里边就冲过来了 我出来之后 还这小子还不依不饶 随后我就跟出来了 追到院子里边 套着我拨领子跟我干 我不能受小人欺养 我心想我给他点厉害 让他知道知道 我拿手这么一巴巴 我这时候给他一拳子 这拳子打到太阳穴上了 谁知道他长这么骚啊 这一拳子你看 他没气了 这事啊 其实还不一定怨我 不怨我呢 哎 高兴啊 他本来就有病 碰不得 一碰就沾包 今儿子怨我倒霉 我立掌他的太阳穴 他完了 是那么回事吗 你问你问 是那么回事 红小圈说 你这一拳 他能藏得住吗 你是练腹之人 你手里边还拿着扇子呢 啊 是 你说 这是扇子 你别在身后 他蹭把扇子站住 你说 就这玩意儿 就这玩意儿碰着三一拳 眼神能死吗 啊 龙腾龙肖汉 全明白 龙腾心想 龙腾龙腾 你可真是龙腾 你纯粹在这儿 瞎闹 我正要想办法 跟你和佟小娟接亲 把佟小娟 这个有能为之人 贴贴的锁在我们的军山寨上 你结果来这么一手 你这么一手 把他的傻瓜也给砸死了 这不好说了 这事 你过来 你过来 啊 这样 你 你有什么事 龙腾凑到跟前 龙腾龙肖汉 瞅着龙腾 这气就不打 移出来 轮圆 上去就一嘴巴 啪的一下子 龙腾没有准备 为什么 他爹没打过他 龙腾一向在这哥四个当中 是最受讽的 没想到今天他爹 发这么大提气 啪的一个嘴巴 我打人之后 啪 反正又来一个 哎 爹 你怎么打我 我打你 我打你这个混账东西 这是一条人命 随随便便你就把人打死就完了吗 啊 哎 刀给我 我打你 他说实话 有打龙腾兵手中拽过一把刀来 好多龙腾举刀就要砍 这可是做事的给别人看 龙腾龙腾龙腾兵手中拽 是龙腾龙腾兵手中拽 他就要做事的给别人看 他真能舍得把他这儿子给杀了吗 不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龙腾龙腾兵手中拽 作为君山寨的大寨主 他考虑问题审视事情要统观全局 他心里非常明白 宋军大军压境 不日即将攻打君山 他的君山寨里边 需要汇集能人 团结奋战 龙腾龙肖瀚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 请武林高手他至今的朋友 到君山来给他帮忙 同时呢 对君山内部的能人 他得团结好 龙腾龙肖瀚 知道童小娟 这是一个武林高手 为了要把童小娟团结住 所以他才想起来 要让他这最得意的儿子 取童小娟的气 这是他用心良苦之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 这龙腾跑着胡闹了 这么一把 把事给搅得混进僵局 撑到这种一个状态 龙腾龙肖瀚 最近龙腾还真有点生气 但是他绝不会拿刀要杀的 从武把这刀就给抢下来 这种你息怒 你息怒 你这个臭伤 气死我了 来 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 小娟呢 咱们一起到房间里 他们这几个人一起进了屋 到屋之后 童小娟一看总债主来了 这礼节上咋没得过得去 给他沏上茶 放在面前 但是童小娟 这心情也非常不平静 龙腾龙肖瀚 看了看站在身旁 嘟了这脸的这龙腾 狠的狠的猎了这一眼 那里边浅财词太多了 心想你这个废物 你这个王八蛋 你把这个事给我搅了去 给我弄啥了 但是龙腾龙肖瀚 转过身来看了看董小娟 唉 小娟呢 说实在了 这个事啊 本来是挺好的 我 刺出你上针之后 对你就非常器重 要不然的话 这个龙口寨的先锋官 我怎么能让你来当呢 小娟 你这个孩子 武艺出众 人才出众 人品出众 待人节物 通情达理 这都是 我对你非常了解之处 正因为这样 所以 我在想 跟你 拉这门亲戚 我跟你叔叔都已经说过了 今天本打算 跟你叔叔一起到这儿 咱们当门谈这个事情 慢慢没有想到 这龙腾 他先来了一步 这个混账东西 竟然把你原来那个傻女 就给打死了 这太不像话了 小娟 伤了你的面子 也伤了我们的面子 他这话就说回来了 你叔叔 已经同意和我们接亲了 我听你叔叔讲 大哥小娟 你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意之处 既然是这样 那么龙道跟你 用不了多久 你们两个就成了新郎新娘了 刚才这一场呢 咱算是接过去 过眼烟云 再不存留 这个傻子呢 他跟你也好几年了 你跟他终归还是有点感情 今天这属于误伤 他误伤了 你这个傻女婿 他本身有罪责 我想这样 买一口上好的棺材 把这傻子承练起来 咱们再请来和尚道士 念两封经 然后呢 我让龙道 在这傻子的棺材前边 给他跪刀磕头 分枪手指 啊 向这傻子的灵魂 表示道歉 咱先把这事办 等着把这傻子 露土下葬之后呢 过两天 你平静平静心情 然后就给你们两个 办起一事 小娟呢 你看 这件事这么做 行不行啊 龙腾龙笑汉觉得 自个这句话说的很外面 很同情达理 童小娟听完他这一番话之后 一定能够点头答应 童小娟能答应吗 童小娟要答应了他 那跟赵玉那头怎么说呀 但是赵玉这个事 童小娟不能讲 能到这一来把这傻子给打死了 正好给童小娟找到了借口了 要不然的话 童小娟还堂赛不了这件事情 宋宅主 您亲自到我这来 我知道这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 小娟 我也是重情塔里的人 按说呀 我不该驳回您这个面子 可是 今天这个事 实在让我有点吓不去 宋宅主 这个傻子 尽管 我们两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情 毕竟他跟了我好几年了 今天三少爷 一下子把打死了 如果给他发了仓出了病 接着我就跟三少爷成婚 恐怕让天下人耻笑 就是我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 老人家 说实在的 我跟您也说出我的心里话 三少爷今天这一来 我们两个这一谈 小娟我有一种感觉 看来我们两个不是夫妻 就是强捆到一起呀 大概也不能共邪白草 既然如此 我们大家就都冷静冷静 老人家 这件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吧 嗯 小娟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这个傻子死了 我得给他守校啊 起码守校也得一百天 守校一百天过去之后 要想让我再嫁 起码也得过了一年了 一年以后咱们再谈这件事情 如果说您硬逼着我 非得要办完了白事就办红事 那 宗宅主 您可有点强人所难了 我宗小娟 可是略性女子 非要这样的话 那 我就 只有一词 宗小娟说到这里头 龙腾龙腾看一看 坏了 这事马上成不了了 啊 童武在旁边着急啊 童武心想孩子 你当着总寨主 怎么能过得开拨他这个面子 几空你让我在山上等待啊 在这童武还不能说话 童武看着龙腾 龙腾沉思了一会儿 好吧 小娟 你说的也有道理 是啊 虽然是给他傻女婿 但终归你得给他守孝 要尽这夫妻之道 嗯 这样做我可以理解 行 小娟 你是个好孩子 冲你这样做 我优打心里边佩服你 小娟啊 既然这样 我有一个想法 我打算把你高升一步 你呢 就不要在龙口寨当这个先锋官了 我把你提升到第二道防线 双山口 啊 到双山口那个地方当盖主 这个龙腾 小处上 你胡作非为 我把您干派在这儿 你就在这个龙口 在当天封关 我让你在这儿 给我把大门 如果说有一点闪失差错 我就把你宰落 不能饶你 听见没有 龙腾在上面一听 是 对 我听听 这话谁这么说呀 但是童小娟的非常精明 童小娟一听 心里的咯噔一下 心想坏 这龙腾龙小汉 要打坐换场 把童小娟 所谓的提 其实给他挪到了第二线 这个龙口寨 是前面第一线 换成龙腾 龙小娟心里面明白 但是表面上假装不知道 好吧 宋太总 您这样安排 我得谢谢您 好 那就这样了 你跟刘喜玲 一块都到双山口去 啊 龙腾 我把你放在这儿 是对你进行一番考验 如果说你要挡不住宋军 我一定要用山寨的军法从事 好 对 那我就在这儿 龙腾这小子 也凑鸡的 心里面明白 暗想 我爹呀 信不着他们 把我安装了 走吧 童虎 咱们两个上山吧 哎 童虎是个老实人 不知道说什么好 跟着龙腾龙小汉 游打这个屋子里面出去 回总山寨 这儿紧接着 观访 童小娟跟刘喜玲两人就到了第二道房间 双山口 在那里当代主义 这个地方呢 就换了龙腾 龙腾当了这个先锋官之后 马上吩咐首席人 全都换 原来翻属童小娟领导下的那些个楼楼兵 全让他跟着上双山口 此处一律都换成我的人 这一换了 童小娟可担了心 担什么心呢 童小娟心想 大宋营里边正在打造战船 不日就要攻打军山寨 在这个时候 很可能 有人到龙口寨找我 告诉我龙山的日期 让我在龙口寨坐内营 可是我现在不能马上把这个信息递出去 宋营里边不知道我换房 到第二线 而第一线现在已经换了龙腾 这是龙腾的亲信 如果真要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送信 碰上龙腾 这事就麻烦了 但是尽管心里想到这一步 童小娟无能没力 童小娟那可真有点着急 换房之后 第二天晚上 果如童小娟所聊 宋营来人 谁来了 赵玉来了 阮英那边战船打造的差不多了 就上了结尾工作了 阮英一合计 应该跟童小娟打个招呼 定一个日子 我们什么时候要攻军山寨 你做好准备 你尊内营 派谁去呢 派赵玉 因为他知道赵玉和冲小娟那种关系 赵玉要去 什么事都好说 赵玉架得一夜孤舟 他们的船已经打造好了 赵玉可以坐自己的船了 不用找那码渡标了 怕赵玉有什么闪失 带着水耗的金棍 金棍 那是倒水里边三天三夜不用上了 吃虾米小鱼都能活得长 金棍这回打洞金湖 可有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金棍已经好 我送赵玉 上了一个军山寨 龙口寨 金棍跟赵玉两个人同乘一条船 金棍滑着船 就奔着龙口寨来 赵玉在船头上还在想呢 心想我到了龙口寨 要是一见了童小娟 童小娟一见了我 肯定是喜出望外 赵玉在船上坐着 他就想童小娟会跟他说什么 他越想越甜蜜 船到了岸边 赵玉上岸 水耗的金棍在船上就说 我干你啊 你到那儿把船带满了就快点回来 点点谈 搞不了就没完没了 听见没 赵玉说你放心吧 在船上你就等着我吧 好 如果你回来之后看见船上没人 那我就在学底下来 海一程我就上来 好 赵玉于是顺着山路 就找童小娟来了 唐靖牛已经告诉过赵玉了 童小娟住在什么地方 赵玉就找到了童小娟的住室 翻身跳进了院子 这个院子现在就正是龙闹在这住室 屋子里边点着灯光 赵玉单手提着这条混 聂族浅宗来走窗帘脉 他把这个窗户指捅了个月牙去的小空窿 隔了个眼睛望里看 他以为第一眼毕竟能看到童小娟 殊不知 望里边一瞧窝子里边空荡荡 没有人 嗯 怎么没人呢 赵玉一愣神的功夫 山背后可就过了一个人 谁呀 正是龙闹 龙闹今天晚上特别的加强防备 因为他刚换任 龙闹手中滴落着最英手的兵器 一对金蝉朔 他滴落着这一对金蝉朔 在外面刚巡视完了 一回自己院子 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人 在他窗户外面往里面溃灾 龙闹一个哟 这肯定是宋营里边的奸戏呀 啊 龙闹 压跌着脚步 提着气 慢慢的就走到了赵玉的身后 他本着金蝉朔一举 哎 嘟了一下 这朔 奔着赵玉身后就砸过来 赵玉这棍在手中滴落着 正往里面看 听着身背后风声一响 赵玉突然就翻身 这一棍 就把这朔剥了开 哗 横扫一棍 龙闹 摆一棍双树 就跟赵玉打在了一起 赵玉一边打着 一边自己心中干脚 这怎么去了 童小圈哪去了 怎么这个地方 出了这么一个人 龙闹那棍金蝉朔 其形状像金蝉一样 所谓金蝉就是三条腿的蛤蟆 他这个朔呢 头前是一个蛤蟆头 当然 这是夹钢夹铁打造的 有两个蛤蟆爪 后边这一根腿 就是他拿着这个大 转兵器 龙闹这个兵器 还有一个最大特点 他这个金蝉蛤蟆售啊 能打暗器 这蛤蟆嘴 里边是空膛的 一直到他这个朔饼这 这儿有一个开花 他拿手一按 油打这个金蝉的嘴里 撑着家伙 能不能吐 偶尸针 这偶尸针呢 他非常的细 细如偶尸 对方不容易发现 今天他们两个人 打在一起 打着打着 就看他左手的手 望上一挂 右手说 啪 一按销 黄 这偶尸啪啪啪 接着发动三只 三只偶尸竟然打在赵玉的千秋 赵玉觉得不好 他把狼狙射身的工作 一荒钱 就看龙道往前一赶 把他这一腿 把赵玉是踢翻 在地 赵玉夜叹君山龙口寨 被龙道一腿是踢翻在地 龙道分不手去楼兵 跟他一起就把赵玉给捆上 两银棍交给旁边的龙兵拿着 赵玉被绑之后站起身来 龙道走到跟前 啪啪啪 从他前胸啊 就拔出了这三颗偶尸针 把这三颗偶尸针拔出了之后 故意还到他的金传说之内 然后 龙道一卷身 走进坊间里头 在上面一坐 吩咐守下龙了兵 来把他给我押进来 手下的喽啰 把赵玉吹吹嗓嗓嗓 就进了屋子 赵玉走进屋子里边 借了灯光 他一看 上面坐的那个人 他认识 正是那个假宋曼清 与此同时 这龙道也看出赵玉来了 这是赵玉啊 哦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赵玉吗 赵玉在那看了看 什么事 你不是那个假宋曼清吗 对 我就是那个假宋曼清 我的真名字叫龙道 是君山寨的三公祖 假宋曼清 那是我冒充的人 赵玉 今天晚上 上我的龙口寨 干什么来了 赵玉心想 我可不能说 来找童小娟来 童小娟 为什么不在这儿呢 啊 是不是童小娟 在这个君山寨里边 什么地方露出了蛛丝马迹 被他们发现形迹可疑 给掉离了 还是童小娟 遭他们暗害了 不管怎么着 我也不能说出童小娟的名字 赵玉说 龙道 跟你说吧 今天晚上 我来行刺你来了 嗯 你来行刺我 对 龙道 你以为 你到我们宋营之中 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冒充宋曼清 做了那么多的恶事 就此甩手一走 做完了吗 啊 我们阮元帅还记着你 今天晚上 特意派我来到龙口寨 要你的相向人头 我赵玉 运气不佳 远不倒霉 行刺未成 被你们捉住 下一步 要杀要宝 西庆遵 哎呦 赵玉 看起来你们宋营之中 消息很灵统 我刚换访 没有一天 你们就知道 我在龙口寨当先锋 嗯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赵玉 以轻笑 哈哈 怎么知道的 有句俗话 你应该了解 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 当初 你不是到我们宋营里边 也混了那么多日子吗 嗯 胭脂军山寨里边没有我们宋营中的人呢 赵玉 你说 军山寨 哪个是你们宋营中的人 哈哈哈哈 你想从我的嘴里边 讨出这个事儿下 那我不会跟你说 你放心 军山寨有宋营的人 我还告诉你 宋营中的人呢 就在你们军山寨的总寨的里头呢 你可以告诉你爹 让他挨过茶 瞅谁像 就把他杀了 你少来这套 赵玉 今天我要让你 把金山寨卧底的宋营之内给我招出来 那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招啊 你要不招我就给你动用飞行 别说动用飞行 你就是把我脑袋踩下来 我赵玉也绝不能说 好 赵玉 今天晚上我没有工夫审问 等我容输工夫来 我非得撬开你这张嘴 恐怕我这张嘴你撬 撬不开 你等了 来人 这龙道一白手 叫不一个龙罗兵呢 他让这龙罗兵扶我上来 在这耳根抬起下 嘀嘀的他就嘀咕了这么几句 嘀咕什么 告诉那龙罗兵 押放赵玉的地点 这个小子非常狡猾 押放赵玉的地方 只有他和这龙罗兵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赵宫完了之后 这龙罗兵是点头而去 带着赵玉 把他押存起来 他把赵玉带走了之后 龙道心中暗想 看来我们这个君山寨上 还真就有宋英中的奸细 那这是谁 他想不出来 赵玉被押下来 那个小金棍在船上等着着急 金棍心想 这怎么也不回来 金棍自个儿低了这小单刀 他悄悄的可就上了龙口寨 到龙口寨 金棍没等到的中心寨里边 听龙罗兵谈话 就听出来 刚抓住一个人 刚给押下来 金棍你听 坏了 金棍想 我没法救教育啊 我要救教育救不好 回头再把我给抓下来 那个袁玉带在家里边 那就焦急了 干脆吧 我回去 跟袁玉带抱这个凶心吧 金棍一转身 上船 他自个儿就回转宋宁 他走了 金棍走了 赵玉带一被抓下来 那毕竟是纸里边包不住火 消息很快 董小娟就知道 董小娟自从到了这二道房线 双山口寨中之后 不断的派人 往龙口寨打层消息 董小娟生怕这两天 有宋宁中人到龙口寨来找他 结果 得到了消息 说赵玉来 而且被抓住 压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董小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可真是坐步文战不满了 董小娟就觉得非常闹心 这怎么办 赵玉来 是找我来的 结果 被龙道里抓住 压起来 压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 我想救他还救不了 事到如今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宋宁中尽快的空山 如果你要此时各空山 我在这二道房线坐内营 里外配合 可以很快的把赵玉就救出来了 如果空山再来推迟 夜长梦多 有可能赵玉就被他们给处死 而处死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那可是最大的悲剧 董小娟想到这里 她想 这个时候最好有一个人 带出一封信去 把山中的情况告诉阮英 告诉周景龙 让他们早做准备 那么谁能送这封信呢 那就找一个可靠的人 这山上可靠的人 对他来说只有一个 就是他的叔叔 童小娟想到这里 就把他叔叔童武找来 童武这老头 他是个忠厚老师人 一见自己的侄女 童小娟就跟童武说了 叔叔 您感觉到了没有 龙腾龙消汗 对咱们爷们已经不信任了 童武说 孩儿啊 我倒是有点感觉 把你调到二线上来 我就觉得这里边龙腾龙消汗 有他自己的用意之处 叔叔 我看您那个寻山寨主 大概也当不成了 今天我把您找来 我有件事跟您商量 什么事 你说吧 童小娟说 知道吗 龙口寨送营中来的人了 赵玉来 被龙闹 把他给捉住 压在什么地方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叔叔 我童小娟 活使赵玉的人 死是赵玉的鬼呀 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帮什么忙 您给我到宋营里去送个信 孩儿啊 你让我到宋营里去送信 那要是让龙腾龙消汗发现了怎么办 叔叔 他不会发现你 您现在是寻山寨主 趁着还没换你 您做这个事非常自然 如果等着过两天 他要把您这个寻山寨主给您撤了 再想做这个事 您也做不了了 叔叔 您还不知道吗 宋营要是攻破了军山 你我爷儿俩 到宋营之中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如果说我们在军山寨里边待着 日子长了 这龙腾龙消汗就得把我们爷儿两个都得治愈死 同武说你让我琢磨琢磨 同武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里 这龙腾龙消汗 对咱们爷们真能下这个毒手吗 哎呦 您是老去人 想的事想的都非常简单 把我撤到二线 这就给你勇签照 下一步就撤您 是吗 好 孩儿 我 我听你的 同小军上好 我给您写两封信 一封信交给宋营 阮营周景龙小军 另一封信让他们拿着 去找我的干娘 让我干娘帮忙 我估计他们宋营中造战船很可能不够书 差多少让我干娘给他出主意就得了 哎哎好 那你写吧 同小军马上铺张纸 就秘密的写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之后 就交给了同武 同武把这信带在身上 提着心吊着胆 加着万吨的小心 自己就离开了洞行军山寨 奔着岳州城来了 天亮的时候 同武倒在岳州 到了岳州城 直接找到衙门这 要求见远英 说自己是军山上来的人 人一望了一通饼 阮英周景龙等人马上把同武就让进了大堂上 倒在大堂上 同武就把深城带的这两封密信 成交给周景龙和阮英 阮英跟周景龙两个人把这密信打个一瞧 童小娟写给阮英周景龙的这封信 就说的是赵玉已经被捉了 现在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军山寨 龙口寨和双山口已经换访了 我现在已经引起了龙层龙小汉对我的注目 我不能在龙口寨接应你们 你们快点想办法要攻破军山 吃不易吃 如果时间拖的太长 赵玉就有性命的危险 同时在这封信里面也说到 如果你们的战船打造的不够 我希望你们到张杰湾找我那干娘张寡妇 求她帮助 因为张寡妇有个干儿子叫张班 在洞青湖军山寨 是水军的首领 她手里面掌握着一百多条船 如果让那张寡妇 给她那干娘的张班写一封信 或者她亲自去一趟 倒在那里 劝说她的干儿子倒反军山 你们就可以唾手可得一百多只战船 那样的话 攻打军山就只日可忘了 为了让他们去找张寡妇 童小娟单独给那张寡妇写一封信 恳求她干娘给她帮这个忙 协助宋营破军山寨 阮英跟周景农两人看完这信之后 对童武来死送信 表示千万万千 让童武在旁边休息 同时呢 一日三餐晚地吃饭 晚上才让童武回军山 阮英心里明白 回军山的时候不用再带信了 生怕再带信去 童武在路上要有不测 被人家把信搜出去 把童小娟和童武就都暴露了 童武心里边也希望阮英不给他们再写信了 如果再写信 在他身上带着 这童武心里边老军有点害怕 就这样 定征先以后 童武回了军山 阮英跟周景农 包括八王千岁在内 整整的研究了一夜 这个作战计划 怎么办 问徐文彪 徐文彪这战船 刚刚打造成了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没指吗 阮英一瞧 真得把希望寄托在张家伯的张寡妇身上 请张寡妇帮忙 让她说过她干儿子盗凡军山寨 这老太太能不能同意呢 阮英又把唐姐牛找来 跟唐姐牛商量 三哥呀 这个事就得你去 劝说张寡妇给咱们帮忙 让她的干儿子盗凡军山寨 给咱们一百多条战船 唐姐牛一听 叶有难色 好啊 那个张寡妇的老太太 我发现她有点不太正常 我要劝她呀 人家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人家烦我 如果说赵玉在这儿 赵玉去那是最好了 再就谈赶紧儿去 软禁服这都不行啊 童小娟现在下不来军山 赵玉被捉弄了 就得你了 我三哥 一向我们有多少难题 都是你去应认而解 是啊 这事我觉得太难了 三哥 您去一趟 实在不行的 我亲自去 哎 好 我看看 唐姐牛 自己一个人 就奔张寡妄来 张寡妇这儿 她来过 找到张继安 张寡妇的大门之外 唐姐牛 一敲门 里边有一个家将出来了 把门一开 有 您又来了 对 死得去 又回来了 请问老太太在下 老太太正在屋里睡觉 哎呦 我有点急事 您告诉我 让她醒醒 我这个事还刻不容缓 火上房的事 你等着 这家将到里边去不多 是出来了 你慢点进屋 老太太正在床上坐着醒嘴呢 哎呦 好大快点 睡醒之后还得醒嘴 唐姐牛 晃晃当当 就进了屋了 一看那老太太果然在床帮那坐着 迷这么眼 往外瞅着呢 你又来了 还对 我又来了 老人家 我这位找您 求您帮忙来了 有封信您看看 常铁牛一伸手 先把从小捐那封信拿出来 您瞎瞎 老太太把这信接过来 抽出信头打开一看 哦 干嘛呀 让我说服我干儿子 帮着你们造大金山呢 对 老人家 这事您要是帮我们忙 您可就心了好极了得了 嗯 是呀 我那干儿子 确定听我的话 我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小子 从小跟我练功 他们一生的功夫 都是我教给他们 我这一辈子的功夫 没传给别人 就传给他了 我要是让他 到达尊山 这份一百条战船 都交给你们 他二句话都不能说 马上就得挡折 哎呦 老太太太 太棒了 您就跟他说 让他到达尊山吧 但是 我不能这么做 唐铁牛拿着 童小娟的书信 来到了张家湾 见到了张寡妇之后 把这书信一成 老太太看完信之后 跟唐铁牛就说了 你还别说呀 我这儿子张三呢 最听我的 我要让他到达尊山寨 投降大送迎 那就是一句话 一百多条战船 他还真能给带过来 唐铁牛说 那您就帮着 给做这件事吧 但是我不能 唐铁牛说 那您为什么不能呢 你想啊 这张帆 他是我干儿子 你以为那个 盗粉军山寨 那个事那么好办呢 像吃包子一样 嚼不嚼不 就咽肚子里去了 那他不一样 盗粉军山寨 烦好了 归来大送迎了 烦不好的话 军山寨 龙腾龙瘦 要知道了 他那脑子就搬了家了 我那干儿子就得死了 那不我拽着 我儿子往火坑里跳吗 这事我不能干 咱那娘俩太太 您光想着这干儿子 您就没想着您的干闺女吗 这童小娟 不是您干闺女吗 那赵玉 是您的干女婿 童小娟跟赵玉 前两天到这来 您也是亲眼看着的 我看您对她挺疼爱 现在赵玉探山被人家抓住 给压起来了 也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 童小娟招了机上了火 这都写了那么封信 让您帮这一忙 让您帮忙的目的呢 就是早日发兵 攻打军山寨 这样的话可以营救赵玉 如果说您要不帮这个忙 我们那战船打造不起 就推迟攻打军山寨的时间 叶长梦多 赵玉一旦要是被他们给杀死 那童小娟对赵玉是一往情深 说不定她就跟赵玉去了 这样一来 您干女儿也死了 您这干女婿也完了 你老太太一向是重女轻男 而不是重男轻女 今天到这事上 您怎么就改了皮去来呢 你光想干儿就不像你的干闺女吗 老太太一听 嗯 你还别说 唐犬犬啊 你这话说的真有点照不理 就是啊 有道理 您就按我说的办得了 不行 你们现在是求我帮忙啊 啊 求我帮忙 劝我干儿子投降 这可是个大事儿 那么你们现在是把我当作一位闲事看待的吗 对啊 老太太 您就是闲事啊 嗯 我是闲事 你来不行 为什么 你这人那没人缘 我烦你 是 老太太 我这人就是没人缘 从小一老生的时候 就把收生婆下去做一定堆 长大了之后是老了 不喜欢 舅舅不曾爱 人家瞅我哪哪都别扭 有个相面的先生给我看了看 说我呀 长了块爱人肉 长的不是地方 长到嘎着窝里头了 谁也看不着 您当然是看着我别扭 我问您 您瞅着谁顺利啊 您看谁顺利 我就把它搬来 这不行吗 你们营中 谁那官最大 我们营中那说呢 要弄官最大是八王千岁 但是八王千岁是隋军的监军 再往下说 郑元帅是周景龙 傅元帅是阮英 嗯 你呀回去啊 跟你们那傅元帅阮英数 要想请我出山帮忙的话 得阮英自个来 他要不来 那说明他对我这老太太还不够重视 你想啊 想当初 刘宣德三部茅庐 请诸葛亮去了三回 你这阮英一回都不往我这来 你说我能出去跟你们帮忙吗 老太太 你说的对 好 看这意思我是搬不动您了 我回去跟我们那傅元帅养家 您等着我马上就走 唐天牛站起身来 由他张寡妇这就出来了 离了张家湾 就回到了阮英的岳洲府 衙门之内 到衙门里边一见阮英 好 回来了 人家老太太不答应帮你忙 阮英说为什么 他怎么不答应 人家老太太说了 刘宣德三部茅庐去三回 你一回都没去 人家能出来跟你帮忙吗 提出一个条件 让你去 你要不去 人家就不管这事 哦 阮英一天还有这种事情 好吧 三哥 现在正是用人之急 老太太如果帮他们这个忙 给他们出一百条战船 这个是个大事 我去一趟 三哥 我要去的话 是不是得给老太太买点礼品呢 那当然了 你也不给人家买礼品 空着手去 那瞅着对人家不热情 不器重 阮英说买点东西 阮英马上分布首席人 给老太太买点礼品 买点什么 买点鲜货 菠萝 橘子 香蕉 光这边不行 那不够分 花钱给老太太 买了一匹紧缎 买了一对赤金的耳钳子 红宝石的戒指买了仨 都收装好了之后 弄一包 阮英跟唐铁牛 又带着十几个随从 骑着马 二十番 来到了张家门 来到张家门张寡妇的大门之外 阮英在门前水凳 应该下马 一摞了江上 张哥 往里边通病医生 你就是我到了 哈 弹点牛拽拽的就进来 进到屋子里边 一看老太太正在上方屋里头坐着 老太太 跟您说 我们阮元帅来了 就在你大门外头呢 已经下了马了 这张寡妇在屋里坐着一听这句话 他来了 在门口外头呢 你说这意思是不是让我接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刘宣德三顾猫龙请周葛亮 头两回都没见着 第三回才见着的 这回他到我这儿来了 第一回我就在家里边等着他呢 他够便宜了 让他自个儿见了得了 哎对 唐铁牛这这老太太警觉 转身唐铁牛出来了 我说侯啊 他这老太太说了 刘宣德三顾猫龙请周葛亮 头两回都没见着 这回你第一回就碰到他了 在屋子等着呢 你就够便宜了 你就进去吧 哎呦 转移轻这个老太太这么大的架子 啊 排谱不小啊 好 有求于人大 咱就得往里走吧 软鹰把这马枪上啪 往马脖子里扔 好 三哥 我进去拜见这把老太太 软鹰迈步就进来 进了大门 走过了院子 进了上方屋的外屋门 再往前走就是里屋门 软鹰把脚步又停住了 三哥 您再往里聪明一声 您就说我已经到这儿了 哎 唐天牛又进来 老太太 我们元帅人 已经到的您这里屋门外边了 啊 到我这里屋门外边了 门口太高 他进不来是吗 抬不起腿来啊 啊 让他进来就得了吧 哎呦这老太太太太牛了 软身的又出来了 我说元帅啊 人家说了 门口高啊 你抬不起腿来啊 那你就进去吧 哦 软鹰一听这个老太太 你可有点不尽情理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大宋国朝 征头军山寨的副元帅 你是个平民百姓 现在我登门拜访 已经走到你这里屋门的门口外边了 你虽然岁数大吧 不是爬不动摸不动啊 你不应该往外边迎一步吗 软鹰的这猴脾气酸脸 听到这里的心灰的别扭 但是又一想 这个老太太 懂得什么 记忆到此 我就进去吧 好 软鹰脉步就进了 进屋之后 软鹰一瞧 屋子里边坐的那个老太太 满嘴牙都没有了 但是耳目声光 一瞧着是个恋鼓之人 软鹰一抱歪 老人家 请问 您是张妈妈吗 一问这句话 张寡妇看看软鹰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征讨军山寨副元帅 我叫软鹰 这软鹰嘛 啊 好吧 好吧 老太太说到这里 看着软鹰 这个眼圈里边有点发红 转到那儿 她们得留在旁边瞧着 你瞧瞧没啊 这老太太是脸 你别跟在这愣端着架子 软鹰一进来 她一看赴元帅来接他来 她感动了 眼睛里边转类花了 我来了那么多倡 她一点类花都没转 别说类花 她连笛笛都没醒过 藤铁牛仔的瞅着 这股老太太看着软鹰 你见了我 就坐着一就完了 软鹰一听 怎么了 还想让我给你下跪啊 啊 软鹰想我这就够意思了 这个老太太有点得寸进尺 老人家 那你想要怎么样呢 我不想怎么样 我问问你 这软鹰是你的大号 所以 你小名叫什么呀 软鹰一听就更不像话了 哪有见面那小名呢 软鹰那小名从来没跟别人披露过 老人家 你问我小名 这是什么意思 这人有大号不都有小名吗 你那小名叫什么 我想听听 软鹰说老人家 对不起 软鹰不是猴眼睛一立呢 这小名 我可不能跟您说 小名不能跟我说 那我打听打听 你那小名 是不是叫灵同啊 这句话把软鹰给珍重 软鹰小名 是叫灵同 软鹰心想 我这个小名 谁也不知道 除了小时候 爹妈父母叫我 这老菜子怎么知道 老人家 我 我是叫灵同 是叫灵同 老家是山东的 凉山破石阶村 晚间烫的人 对吗 对啊 软鹰心心想 这老菜子跟我 可能是老乡 从小就认识我 是是是 是啊 是就给我跪下 我给您跪下 对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跪下 我再跟你说 软鹰一看 那个老太太 还很会说话 出口就能卖棺子 让我跪下 再说 软鹰听到这里 正想四跪 非跪 探点牛仔 旁边一从软鹰 跪吧 跪吧 这里面不定 怎么回事 老人家 好 软鹰心想 你那么大年纪了 我给你跪下 也没什么 好 老人家 请寿母一拜 软鹰单膝点地 就跪的 软鹰这一跪下 老太太 瞅着软鹰 你这个小臭崽子 见了我的地 你还不想跪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张妈妈 张妈妈 我是张寡妇 我张寡妇 是张的弯子 的人这么叫我 我娘家姓软 我是女妃 老太太 这句话一出口 软鹰听着就愣 啊 您是我公 对 我叫软金居 老太太一说这句话 软鹰心里不想起来 从小一记事的时候 就听着自己的父亲讲过 她有个姑 从小的时候就出走了 至今没有下落 那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太太叫软金居 软鹰的父亲叫软红方 这个老太太跟软红方啊 是亲叔呗兄妹 就是老太太的父亲和软红方的父亲是亲哥俩 这个老太太从小出走离开软家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软金居从小很富裕个性 别人的孩子过年 男的放鞭 女的带花 他这个女孩子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跟男的小子一块放鞭 经常 这女孩子都是学扎花啊 绣缝啊 他不 他没事骑驴骑马 石杰村软红 这代的人呢 起舞成风 这软金居呢 从小就跟男孩子在一起练舞 一直练到了十四岁 后来 软金居的父亲就说了 说你不能再练了 女孩子到十四岁以后 就应该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如果说你抛头露面 武枪弄棒 跟那些男孩子在一起打打闹闹 这不成体统 他别这么一管他 这软金居呢 不同意 软金居是非练功课 后来他接急了 跟着这些亲戚朋友 武术界的人们 就说了句话 谁也不去再跟着他一起练舞 谁也跟他一起练舞 我跟你们急 大家伙一看 老头 说了这话了 所以就谁也不跟软金居练 软金居为这个事 跟自己的父亲吵了一下 从小负一个性 吵了一下之后 他父亲把他骂了一顿 这孩子自尊心很强 十四岁的姑娘 自个儿打了一个心力圆 偷偷的找他妈要了点钱 离家出走 走了 干什么家 软金居听人说过 说这个武术界的人呢 练的好的叫意识 再比意识高的叫侠客 比侠客高的呢叫剑客 软金居心想 我得找个剑客 练舞 背着小行李卷 从家里边出来 就到处找剑客 他找来找去 就找到了徐州 到徐州住店房之后 一打听着掌柜的 掌柜的说 我们这儿有剑客 一打听着 我怎么给你 你怎么给你 我怎么给你